该重载的方法 我们都重载了 还没遇到跟我们什么 跟我们的那个UI 是不是相连弃的地方 我们一看到这个就有点像了 这个重载方法 可能就会用到了一个 适配器加观察者的这个模式 然后那么我们到时候 这个地方返回的这个view 实际上就是最后 我们在视图上要返回这样一个值 那么比方说 我们刚才返回的 是不是一个textview 对吧 那现在我们只需要给它返回 一个复杂的view就行了 那我们怎么样去给它返回 一个复杂的view呢 那么我现在想的是什么呢 是给它返回 两个textview 左边textview在左边再画一个图 就这个样子 那么在这里我就要去定义一下 首先要建立一个layout 这里实际上你动态的写代码生成都可以了 这个layout我用一个什么呢 我找一个liner layout 就找一个liner layout 给它起一个名字叫 useratum 我给它放两个textview里头 这个时候让它竖着可不行了 我们得让它横着 我们得让它横着对不对 所以它整成横向的 应该整成横向的 那么第一个的话 我还不能让它撑满 就这样就行了 就先用小的吧 因为这样子它弄出来的话 可能就会相对较小 然后它也会自动拉伸 好 我们在这 textview里头就已经有两个ID了 那么下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它进行转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在这里头已经有一个数据集合了 对不对 已经有一个数据集合了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 这个是它的index嘛 通过它的这个index 这个是view 我们事实上呢 我们只需要干嘛呢 这个view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看一下吧 这个光想就想不清楚了 这个得看一下 我们来查一下我们的base和adapter 这里头方法的每个方法的具体安逸 这些内容我是 我是以前都看过的 所以说我比较熟悉了 但大家当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要继承base和adapter 一定要去看它实现 这些接口的方法的定义 好 这些方法 这些方法不在base和adapter 在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base和adapter里面 是不是没有我那几个方法 所以那几个方法 应该是定义在哪里的 我们都有关系 想象一下 我们在它这里头没有 那应该在哪 是不是在这儿 在接口里面 spin adapter spin adapter spin adapter 还不够详尽 事实上 上面还有个adapter 我们还可以再去找adapter啊 但是spin adapter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 看到没有 第一个是prodition 第二个是转换你的view 第三个是它的复 再去看一下 看到没有 我们通过这个adapter 这样追踪的方式 我们就一步步追踪上来了 对不对 那么当然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 它默认的是重载这些方法 实际上你是不是也可以去重载 更下面的一些方法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你完全可以去重载 更下面的一些方法 对不对 这样子你重载起来更简单 但你会看到参数都一样的 无所谓 好 我们就直接重载它就行了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 先看一下我们刚才的那个return id get id get item id 得到行的id 也就是你是第几行的这样一个关系 其实就是它的一个partition 说白了 对不对 但它传进来就是partition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返回 对吧 所以返回是没错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partition 不管它 convert 转换的这个view 这个就是什么呢 你原来的这个老视图 你打算怎么样的去 如果可能的话 你可以去修改它 就如果它不会弄 你可以直接去修改它 这是它的副 这个是它的副空间 副视图 那这样子我们就比较容易去理解了 好吧 那我就来修改它 怎么来修改它呢 它是不是浪 我现在不关心 你当然也可以直接去弄 也许它已经实力过了 也有可能的 我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现在是要把那个liner layout 加载进来 对不对 liner layout也是一个build 那么怎么加载呢 我们之前是不是我们讲过有个inflator 提到过 好 那我现在就用inflator inflator有几种方式加载 我们都用过 有get layout inflator 那由于我们当前这个不是activity的上下文 没有这个 所以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layout inflator的静态方法 有个form 正好用到我们这个上下文了 看到没有 传接的上下文 那么它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呢 返回的是个liner layout layout inflator的这样的一个实力 那么我们用它 我们继续 inflator 看到没有 就可以压出了一个 我们说压力泵 就可以压出一个view来了 好 那我们就找 找到 首先是找到这个资源 我们这个资源文件是 r.layout.useritem 这是我们一行的 这都是一行的 那么 给它添加到哪呢 它上面 我们不再去指定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试图 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复制 新的一个复制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liner layout 下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这个虽然我们没有转换 但你一定要知道它是个liner layout 但你要愿意 你可以去转换一下 因为它的根式图 就它的根view 就是个liner layout 对象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什么呢 把我们那两个textview 给它找出来嘛 textview1 textview 在我们的liner layout 在我们的liner layout的这个root rootview上面去找 findviewbyid r.id.textview 同理 找到我们的r 下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做操作了 那么第一步操作是什么呢 我先给第一个textview 给它画一个 要画一个还是 画一个矩形 我这样画了 我在这儿画太麻烦了 再画一句 加一个图形 我们在这儿加一个图形就行了 对吧 你想表住到 据一步 left 内部吧 与中不同一点 好 我们给它加个图形 然后下面我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给它按照正常情况下 我该给它设直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直它是动态的 对不对 那这个直从哪里来呢 当然从我们数据员里面去取了 我们现在数据员是m users 是m users 你看这个操作 我们就把什么 就把实际上就在进行一个 我们数据员到我们界面的一个绑定工作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就进行一个m users m users的哪一个呢 当然是当前的这个position这一行 我们看一下 它返回的是一个user对象 那是user对象里面 的哪一个呢 用户名称 你看属性也就用上了 从里 set text m users 得到它的当前行 然后再得到它的 再得到它的属性 user address 这样是不是效果就出来了 最后我们再把当前的这个view 这个view我们已经修改了 对不对 它里面的子的子元素的值已经修改了 然后我们给它进行返回就行了 最后我们再改进行返回 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就把它进行了个绑定 好 现在我们的adapter终于给它自定好了 下面我们是不是就要去用它了 对吧 我们要去用它了 那么要用它的话 我们就要去建立我们的这样一个数据员 那好 我来动态建立吧 我们还是在这个里面 出销掉它 我用第二个 show spanner 这些地方都一样的 下面第一步 建立数据员 那么这个数据员我怎么建立呢 我用一个avio list avio list 实际上就是实现list的接口就可以了 里面传的是个user对象 users等于newavio list adapter 那么new这个avio list 不是newavio list adapter new一个avio list OK 这个对象 做好了之后 我们都知道 avio list的对象 这个都是加网内容 我也不说了 直接去添加 我们把这个用户添加上去就行了 对不对 new一个user 你看我刚刚用的构造函数也用上了 user name sandy address 成都 同理再加几个 你看我们刚才静态的添加和现在动态的添加 我都给大家用上了 身主 宇阁 北京 这样我们数据源就建立好了 下面就是什么呢 建立Adapter 并且指定数据源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建立Adapter 我们是不是就有新的Adapter可以用了 UserAdapter New一个 UserAdapter 在这里要传入两个参数 一个也是当前的这个context上下文 第二个是传入我们的这样一个集合 数据集合 那么这样子想象一下调用了这里 我们是不是里面就有记录了 我们刚刚那个里面 所以它的那个view也是可以进行呈现的 对不对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 我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有什么区别 在这个地方我们还多传了一个 它的那个每一行的那个layout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里面写死了 我们在我们的Adapter里面 事实上 如果你愿意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不写死 让它作为一个参数来传 那不就又实现了一模一样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蛮有意思的 甚至于是什么呢 甚至于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对象 你也可以不写死 用犯行 对吧 当然我们现在实际上 我们是写死了 它是优到犯行 说白了就是我们下面的一个特殊情况 有点像 对不对 而且它写死了 它的这个layout 我们以后就 我们自己再定义 完全可以不写死 下面就绑定 bund 绑定到我们的界面上 我们当然就是同样的 setAdapter setAdapter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实现了 这个spannerAdapter 这样一个接口 那当然了 我们继承baseAdapter 肯定实现了它的 是我们的userAdapter 绑定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看整个过程其实没有差别 无非就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个Adapter 方便大家更深入的去了解 它的这个内部的一个实现 运行一下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点击可能会出错 我们这个点击是不能够直接把它转成我们tagsu的 看到没有 只不过我们这个字体是不是颜色浅了点 对吧 但是我们要的内容是不是就出来了 当然这儿离的是不是有点近 那简单 我先点一下 你看没出效果 转不转不出来 但它不够1 这个还不错 这个是它的机智 这个是它的机智 你看我们又实验出了一个东西 那事实上我们在这儿如果要改的话 是不是也很好改 是在这儿吧 嗯对 我们这儿如果说你要去秀它的话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get一个 或者可以用findviewbyd吗 包括我这个地方我也可以 所以arg1我也可以这样子用 叫什么的 arg1.findviewbyid 用谁呀 用我们的text 这个地方还要转一下 稍微多写的代码吧 string text等于 text text new OK 我就只打个名字吧 下面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 太近了 我不太喜欢 我就给他设置一下 我们的layout 给他设置一个什么呢 设置我们的layout margin 对不对 我们这个就到 右边的那个边区 没事 我给他设总的也没关系 给他设成10吧 10dp 这个也给他设个 就加一起写就20了 大家愿意的话 我再给他设上一个什么呢 text color 给他设上一个黑色 text color 实际上以后我会告诉大家 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写到一个同一个文件里头 这就是整个系统的一套主题吧 那样的商业程序会写得更好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谁说我们的下拉框只能显示那么简单呢 对不对 大家看是不是效果立马就不一样 效果立马就不一样 当然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设他的这个 padding 对不对 应该可以动态加任何用户同样图 当然可以了 我完全可以在这放个Image 我可以放个Image View 对不对 而且即便不放Image View 我的text 那个text view 我们在设置的时候 我那天给大家讲过 这个我们是静态设到XML里面的 我动态是不是也可以去设 一样不大 等一下